所以事实上你们看到了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停贷的事件 它的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经济界 而这个经济界界的关键点就在于杠杆 但是真正让他们可以公然去推行这件事的核心原因 在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 正是由于这个房地产 因此他们就会在政策上面给它开律的 鼓励他们用这种方式去经营 那么也开始逐渐建构出了中国房地产的泡沫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相生的过程 建构出了这样的一个体系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想和您谈两件 就是至少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相信对您也是这样子 最近一个多月两个月以来呢 甚至可以说三个月以来呢 一直让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些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好像和中国大陆现在的银行系统呢 都有关系 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 人在北京的张云州 张先生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谈 他对这个事情的观察和他的了解 以及他预见 这个北京方面的对这件事情呢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置和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呢 已经可以说是很长了 至少对我来讲是很长了 所以说我预见呢 北京政府对这个事情会有一些处理 那么今天主要呢 是来和您关注这个问题 首先呢 就把在北京的张先生 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张先生打箭招呼 谢谢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平安 这是大家都现在都需要的 平安 我想这样子啊 首先我先把这个议题丢出来 因为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呢 可能会第一个问题说 石东为什么今年会请 在北京的张云州 张云先生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两个问题啊 您能不能够带我 向观众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今天以这个 内地跟就是说跟海外 或者说其他地方比较的话 我个人看法是说 两边就是西方的这个观点 跟就是大陆这边的本地的这个观点 我认为是有很大的落差 这么讲 就是说我看到的就是说 比较多的这个海外的新闻 或西方的媒体 把这两件事情谈得极为严重 甚至我还看到一些 这个所谓的经济专家 说这些事情很可能会导致 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那么但是我在内地这个地方 所知道所看到的情形是 对它是个热搜化 是个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呢对内地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来讲 这其实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我想这也牵动到就是说 内地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管理势力跟这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 跟这个就是西方所了解的方式是有很大落差的 所以我觉得说正好也可以趁这两个事件呢 就是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就让大家会更明白 就是说同样的事情 可能在欧美那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但是到了内地到了大陆 它是问题 那么也会受到中央的重视 但是是可以解决的 我想这点是有必要跟这个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点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就从这个问题切入好了 你觉得为什么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和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会有如此大的落差 我个人觉得的话是可以从起的面向来谈 第一个面向就是说 西方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体的 治理的这样一个条件跟情况发展 可能有一点点就是 忽略了所谓的时间差的问题 这个所谓时间差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今天中国的这一类的金融问题的爆发 是可以预期的 甚至是其他的西方国家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 或资本主义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 只是大陆因为它的高速经济发展 其实已经被西方的这个国家 或者说被欧美认为 你已经算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些现代化国家不会发生 甚至是很可能 就是说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竟然在你那边发生了 那么就会认为说 如果就是说把自己代位进去 就是说如果美国今天发生的 这个类似的事情 一定是因为体系出了大问题 那么是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就是说 忽略了这个历史演进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 事实上也就40多年的历史 我是台湾人 那我就举台湾在就是1985年发生的 实性金融弊案 我不晓得这个史东宁知不知道 实性金融也是相当的大 那么当时大概签动的这个金额 在1985年的时候 大概是150亿台币 那其实也相当于现在河南发生 这个所谓400亿人民币 它的震动的这个力量 那么台湾经历了那样的一个过程 甚至还牵动到了中央 非常多的这个部会首长因此下台 但是台湾还是挺了过来 发展到今天 而且也因为了这个事件 补强了和补足了很多的这个 金融管理上的漏洞 那我是直接举这个例子 那么事实上即使是在英国 在美国 他们在整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 初期也有类似的情形 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虽然它有很多人受到了伤害 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生 类似的情形 那么它可能很难察觉到漏洞在哪里 而且怎么说呢 中国是所谓的改良式社会主义 那么它一方面兼具了社会主义的条件 或者说我们这样讲就是共产主义的那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它又引进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金融体系的运作 那这是一个全球非常独特的一种常识 那么它的运作再加上中国这种高速发展 我们也每个人都明白 不管是公司企业的发展 或是一个国家这样实体的发展 如果过于快速 一定会产生疏漏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话题 就是有关于这两个话题 这个河南的这个存户事件 以及烂尾楼事件 其实都是一个经济体 它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主政者或说整个 其实也不单是主政者 也包含了基层的民众 基层的官员到整个的治理体系的 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就拟定了一套制度 而这套制度 如果说从我们今天眼光来看 当然是漏洞白出 这个待会我们细谈的时候会提 但是在推行之初 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时 可能大家都没有发现 这是个问题 那么日七月 今天爆发 那么刚好 现在我也认为还有一个国际大环境的关系 可以说全球对于中国的这个敌意 日渐高升 那么抢白了 就不喜欢看这个中国开心 那么只要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都会给它放大 这个我认为也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也曾经听过一些人说 这件事情被全世界放得这么大 那也有一种阴谋论 就是说是希望增加在内地的这些富人的危机感 然后好赶快把钱这个递出去 也有这种说法 那么但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我个人就认为说 这个纯粹是第一 制度上的认识不同 第二个 内地的发展 就是中国的发展的过程之中 必然会经历的事情 就算今天河南不爆发 我个人也认为 也会在其他的省政或其他县市 会爆发出类似的问题 大跟小的问题 这件事情我们分开两面来谈好了 我想先谈谈这个烂尾楼的事情 我自己是大概是六月底 开始在媒体上看到这个事情 我吃惊的是这件事情 它牵涉到的范围的广度 而且受害的是基本上是消费者 而且我以一个非常外行人的角度 来看的事情 非常明显的 在整个的运作的机制上 有严重的问题 那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透过您究竟在北京 您的观察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些 你觉得这个事情 烂尾楼这件事情的成因是什么 我觉得也蛮巧的 就是刚好在这个 中国的房地产业协会 他们刚好在昨天 就是7月 就是北京时间 7月27号 发布了一个2022年 全国烂尾楼研究报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只是先报告了说 发生这个情形 那么我不妨先在这里 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会爆发烂尾楼的一个核心成因 当然说明这件事之前 就是可能我会增加一些 我个人的观点 但我先就现在 大陆这边 内地这边 预售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这个制度 跟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 充满了风险 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 所谓的预售屋 当你付了首款 比如说在香港 或是在台湾 你付了首付款之后 你就暂时不必交钱 等到这个房地产 就是这个 房地产把这个房子建好 你OK验收之后 那么再开始交贷款 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万一建商它有问题 你的损失最大 就是你的首付款 好 这个是 请不吝点赞在台湾 或订队 最后你 possib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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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